喜欢品尝香肠的人今天有了新的享受 老白分享一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肠烹饪方法 首先,准备好土豆和香肠 将土豆切成小块 放入开水中烫两分钟 然后捞出沥干水分 接着,在锅中烧热油 加入土豆丁,小火煎至金黄 然后加入火腿肠 翻炒至火腿肠变色 继而,加入一勺孜然粉 一勺辣椒粉 一勺盐和少许生抽 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切碎的小葱 一道美味的香肠炒土豆就完成了 这个做法简单易学 不仅色香味俱佳 而且营养丰富 无论是搭配米饭还是作为零食 都是绝佳的选择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菜 不妨尝试一下 相信你会被它的美味所折服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简单又美味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得体会 让我们一起探讨更多美食的制作方法